国人晚婚晚生的状态是不是日趋明显呢 根据内政部六月的最新统计来看 国人平均出婚的年龄是31.7岁 男性是32.6岁 女性则是30.7岁 这个在创下历年的新高 就十年前增加一岁 22县市以六都最明显了 基隆 新竹 嘉义的男性都超过32岁 女性超过30.4岁 那全台最晚婚的城市是台北市 男性是超过了34岁 女生超过32岁 新北则是增幅最多的城市 也来到33跟31岁 桃园的部分虽然是最年轻的直辖市 不过也呈现晚婚晚生的趋势了 最大的因素当然大家还是经济考量 但是也因为晚婚导致生育率年龄跟着延后 为了要提高生育率 现在来看到桃园跟新竹 就成了为二补助动软的县市 很多人结了婚 是不是也不敢生呢 就是担心啊 这个父母的负担太重 因为大家都认为经济压力真的好重 现在呢 以读公幼的小朋友来说 寒暑假期间如果要到校的话 家长每个月要付9000元到1.1万元不等 比起读私幼或是非盈利幼儿园还要贵 现在呢教育部长潘文中就说已经在拟定相关的方案了 也就是每年呢10亿元的经费补助 公佑平日延拖跟寒暑假的照顾 要采家长定儿负担 其余的要由政府补助的方式 而且好消息是预计明年2月会开始实施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法呢 减轻父母的负担 也让更多人赶婚赶生好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